這條又是悲哀的 這條悲哀的原因就是我會拍兩個版本的 我會拍長一點,或者分兩段,一段過算 我會拍多一個歐斯的方法 如果有興趣用歐斯化做就會快一點 因為老實說我自己會用歐斯化做 即是大家的數位能力高一點 用歐斯化做其實MC沒有人來 我們就說,這個直線和這個圓形是touch的 這個沒有辦法了,你touch的話 其實就會是說,他把直線放進去的時候 那個delta等於0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就是circle,Paper1沒有考 不過Paper2也考了,Paper1考了一些prabla 的touch,其實很多人都會做的 就是把直線放進那個palmer線上 然後Z的delta也是0,就可以找到的了 這個原因是這樣的 因為你現在的直線和圓形是相交點 所以你就會把直線放進圓形裡 假裝找交點 那你找交點的過程呢 我先做了,比如y等於x加k 你放進去的時候,就是x加k的意思 其實你做什麼呢? 就是把直線放進圓形 意思就是尋找直線和圓形的交點 即是說,你這條prabla 即是這個quadratic 這個quadratic 最後solve出來 就應該是x的交點 即是你那個圓形和直線的交點的x座標 這樣講會比較清楚 但老實說,因為touch的關係 你那個交點只有一個 即是說,你要quadratic 只剩下一個x-value 如果剩下一個x-value quadratic會剩下一個x-value 就是delta等於0 所以為什麼要放進圓形和delta等於0 目的就是這樣 那這裡你繼續放開 c2加2kx 這樣解釋太多了 其實你應該是 這些解卷片應該是解卷的 就不是搞concept 但是不知大家程度去到哪 所以都是有concept 接著就是delta等於0 所以bx-4ac等於0 那就是說 -4k² 就-4乘2乘2 加16等於0 即是k²就叫做4 k就叫做正乎2 但是k是大於0 那所以k是當做2 對不對 如果k是當做2的時候 這叫消失了 大家自己抄吧 那如果k是當做2的時候 現在的問題就是 在找y的x加2 和這一個圓形 這次是 的最短距離 那這個就是這樣做的 如果你真的不懂的話 你就不懂那個 叫做 歐斯的方法 你就是這樣做的 就是先拿個圓心 先拿個圓心 拿個圓心 拿完圓心之後 就拿個半徑 然後就拿那個 這條線的slope 這條線的slope 是1 所以如果你有一點 和這條線 的垂直 這個綠色線 就是在找什麼 就是在找這個距離 你現在的目的是 你現在的目的是 這個直線和圓形最近 所以很明顯就是這個距離 因為你的直線 譬如這裡和圓形 就會遠一點 遠一點的 但是這個位 應該是最近的 你好像這個位是一個女神 這個是男人 走過去的時候 最近女神 就是這個垂直位 所以你現在要找綠色的那個位 但是在找綠色的那個位 你的做法就可以是 先找綠色的那條線的slope 然後再找它的equation 然後和紅色線做sorving 那你就找到這個 綠色線和紅色線的膠點 然後把這個膠點和這一點 找距離 然後減回那個半徑的1 那你就找到答案了 那這個說法就 這個都很偏僻的了 那做起來是這樣的 如果這個線的slope是-1的話 那你 綠色線就應該是-1 因為紅色線是1 但是-1 那麼水直 就成為-1 那之後你就form equation 那就是y加2 x減4等於-1 那就是說y就等於 -x加4 那還有2 那這裡就會是x x加y等於2 這條就是y等於x加2 就是x加2等於2 就是x是0 x是0,y就是2 這個交點就是0,2 所以距離就是4的square加4的開方 自己用不時定理 就是說應該是4 4√2 所以兩個距離就是4√2 然後減回這個半徑就應該是4√2-1 這個就是如果你不懂得歐斯的方法 其實是把整個 好像是Session A2的一部分的數 就是P41 是P41在MZ裡的 所以其實也挺長的 也挺痛苦 但如果你懂得歐斯的方法 那你會怎樣做呢? 你會這樣做的 最初也沒有分別 只不過最後那個位置 你現在要找一點和一線的最短距離 其實坊間有條色的 條色就是如果你的線是有這樣的方法 任何直線都有這樣的方法 然後你那個點在這裡 你要找這條直線和這一點的最短距離 就可以這樣做的 有條公式的 Distance D 其實有計法是有這樣的 就是把那個直線的equation 整理完這個方法 就是抄下去 不過抄下去的過程 XY就將它代成你想研究那一點和那條線的距離 那一點 代那一點 就是會這樣 然後除了就是你那個 那個直線的A2加B2 就是你整理完之後這兩個 coefficient 的二次二次開方 然後就會加多兩檔給它 那這兩檔就是歐斯的 這兩檔的意思就是說 是那個絕對值 如果M2應該會認識的 M1都應該認識的 D-Letro-Lock的時候 那 D-Letro-Lock不會有 In-Letro-Lock 好像不認識M1 我不知道M1認不認識 M1是不認識的 M1是不認識的 M2應該認識的 絕對值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很廢 簡單來說 就是無論裡面的東西 最後算到正數也好 負數也好 你都當它做正數 那就是譬如 絕對值的7就是7字 絕對值的負7就是7字 即是簡單來說 它有負好你就拿走它 如果它有正好 那就是照記 所以你會怎樣做呢 你就應該會把你這個直線 整理好的方式 X-Y加2等於 然後你想研究 為什麼呢 就是4-2 即是軟心 所以你放進去 4-2加2 除開方 那就是這兩個的 coefficient square 即是1 square加1 square 這個就是那個D 其實 那這個value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4加2再加2 那就是8除開方2 那很明顯呢 剛才說有兩棟的嘛 那今次就不需要 就算你不懂也不要緊 因為剛巧呢 你這個number呢 是全部都是正數來的 那所以絕對值了一個正數呢 都是正數 那這塊呢 其實就是那個的 一秒 你已經是可以計得出 這個的最短距 然後將這個number呢 減回你的半徑呢 就已經是答案 所以這個就是答案 為什麼是不同的 那你只要有理化 乘開方2除開方2 減1 乘開方2除開方2 那你這個位置就會是 下面份母是2 那所以8除2是4 那就是0-1 所以其實我是這樣做的 這樣就快很多 其實Equential Circle 或者Coordinary Geometry 有很多東西你們是沒有認識的 那在你的之後 以前那些A Level 那些舊生 其實他們是學得給你深的 很多那些知識 如果你認識的話 其實你DSE 是可以用下去做得快一點的 那但是呢 其實都是這樣說 其實會出題目的概念 很多都是用以前的 舊制的題目 掩蓋了個概念 但照樣給你 逼你去做的 那所以如果你認識多些 背後的東西 或者認識多些A Level 其實你是更加容易掌握他DSE 他在考什麼 還有那個題目 出完之後那個背景 你會熟習一點的 你就不會做得那麼陌生 否則你比如這些條 其實你做下去 其實時間都會有些 那你如果MC的話 我自己做就是用 這個OCE的方法 但是PaperOne 我也是那句 我勸你 如果你想得到InC的方法 就用InC的方法 否則你用OCE的方法 你錯Step 或者算錯 計錯數 你是0分 整個Paper是0分 但是如果你用InC的方法 你中了一個marking 就算你錯了最後的答案 你中間的東西 對它都給了Step分 所以如果你想得到InC 想不到InC就OCE 但MC的話 有OCE就用OCE 可以嗎? 因為快一點 goodby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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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